台中中华路夜市 18日晚间 11点多发生火警 三名幼童被独自留在家中 被活活烧死 事后传出父母自己出门 是为了追大甲妈 我有工作 我才有委屈我的同事 帮我照顾 要不然小孩子要每分秒 每晚都在我们两对夫妻的身边 没有离开过 除非我要工作 或者我男朋友要工作 我才委屈我这对夫妻 帮我照顾我的小孩子 我们不是去玩 我们是为神明扶我们去工作 请帮我们成亲 我们不是去玩 这场火警造成一对 五岁和三岁兄妹 还有一名五岁女童离难 根据了解 两家都是亲含家庭 父母平常忙于工作时 会互相把孩子给对方照顾 活在当天只有小兄妹 从事没法工作的母亲在家 因为我本来就是把小孩子 躲睡着了 然后我出去吃个东西 然后我要说休息一下 本身就是有肠胃不舒服 然后我想到休息完 我要上楼了 然后就发现我带一个业务 然后本来想到出去 把小孩救出来 然后我跟我进不去 我老婆已经去拿水来盖 然后就踩到一个多久 叔父所看到的起火处的话 是从楼梯 还有四个隔间 是从二楼过来的第二间 不确定是二楼起 他们当时三个人是在玩 小兄妹母亲表示 只短暂离开约15分钟就起火 并不清楚火势从何而来 支持的自由 可是我们人要抢下来之后 我们人要做警告说 你以后这个东西不会很厉害 打火机是死了 我要死了 是今天去死了 今天要把他招手在楼梯 在楼梯里 因为我们去隔壁的办法 小女童父亲表示 两个月前曾目睹五岁男童玩打火机 当下有严重警告 但究竟是不是因此酿货 消防局表示 果实起源确定在二楼 也就是小孩们睡觉地方 但详细起火原因要再调查 关于这次本案发生 我在造成三位小伙伴要死亡 我们回报完 听听说 这次的火警 是不是小孩子去玩手机 玩一玩打火机 还是电线走火 现在在调查当中 请问警铃君讲什么 因为我们是小孩子的爸妈 我们生活人家父母 知道自己的小孩子 是什么样的科兴形性 请勿务导这次的火灾 梁家宜在昨日帮三名小孩招活 面对失去孩子 四名大人都难以承受 而称办后事的礼仪公司表示 一个月前才帮女童组副办理后事 当时发现他们家境清寒免费帮忙 这次发生不幸事件 也主动帮忙处理 希望孩子能攜手 前往快乐天堂 父母们也希望外界不要过多揣测 一切交由监调离清州 地方中心台中报道